根據聯邦調查局FBI的新罪案報告 加州的總犯罪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但州內不同城市的犯罪率差異顯著 其中Emmeryville被評為加州最危險的城市 報告指出 從2021年至2024年 加州的暴力犯罪和財產犯罪均有6%的上升 在最危險的城市排名中 2024年Emmeryville以每10萬名居民中 有6,284宗暴力犯罪案件而位居首位 Stockton和San Bernardino的暴力犯罪率也居高不下 分別為每10萬居民中有1,397宗和1,241宗 此外 奧倫和Richmond分別以1,157宗和1,102宗 位列第四和第五 在犯罪率高的地區 市民需要採取必要措施保護自身安全 包括在夜間和光線不足的地區保持警覺 前往不熟悉的地區前 應事先規劃好路線 保護個人財物 外出避免攜帶過多現金或配戴昂貴的首飾 此外 民眾可以安裝堅固的門鎖 戶外照明和安全系統以防入室盜竊 同時建立良好的倫理關係 亦可有效提高安全性 如果遇到可疑的活動 應及時向警方報告 《天下衛視》就在編輯報道